乖乖你说的没错 像我们以前在比安全配备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被动 后来到主动 现在还要到A-DUS这种先进智慧的 驾驶辅助科技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先进智慧的 驾驶辅助科技 我们来帮大家比较一下 我先抓四台车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介绍过 XC40的B4的Momentum的车型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边市的GLC200 第三台呢 就是B&W X3的XDrive20i 第四台则是Lessus NX300H的旗舰版车型 我相信这四台车型 都是大家相当耳熟能详 也就是现在市场上 相当能见度很高的产品 好我就用这几个来做 来做一下比较 我们可以从表格上 你可以发现 有些不是说他要加选 比如说像GLC200 他可能就要加选7万1千元 他才会有AHB的这个 主动的照明系统 那像是RSI这种路线标示 那路标标示 那像X3或是NX 他可能就没有这个配备 所以这样比较起来会发现 在Volvo XC60 B4 Momentum这个车型 相对是相当的完整 我觉得刚才罗哥有讲一个很好 是像刚才提的 他的爱车GLC 他好像这个极具的一个模板 大家会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比较 或是作为以后 打造了一个基本规格 那在Volvo的安全科技上 他其实就是这个等级 其他车型其他品牌所仿教的一个模板 而且像刚才罗哥说 他16年买这台车23P是选配 对啊 大家记得这台Volvo XC60 或是他们说的PA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其实他在2016年时候 其实就已经提供给大家了 那我们知道在Volvo这个车款上 安全配备是没有什么标配跟选配的 而且也没什么入门或者是顶级的 你的命比较值钱这种问题 一定都是全部给你的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起来 确实如果你真的要比安全的话 你在Volvo这一这个 你他说二的技术不大有人敢说一啦 我们当然也要帮大家比较一下 就所谓的主动的安全防护 我觉得这更为重要 因为是主动式 就是预防你去发生意外的那个瞬间嘛 那各家品牌的比较上呢 仔细 我觉得其实现在连买国产车 都很注重这种安全了 当然在海滑品牌 特别最热的这个中型SUV的急距 当然是一定是非常的资助比较 那其实在他的安全防护科技呢 其实大家很熟悉 就是所谓的City Safety 那他的防护的范围跟这些性质呢 呃虽然各个豪华品牌 特别在欧系的部分 感觉上大同小异 那只有在Lexus的NX部分 他的项目是比较少一点点 就只有比较偏向是PCS AEB的这种煞挺 那但是呢在侦测物体部分 VOVO就是最多了 有车辆 脚踏车啦 行人甚至还有大型动物 因为我们知道北欧可能会开车开开 迷路跑出来之类的 所以他的侦测范围是很广的 那在他刹车的部分呢 也会对应这些不同的物体 有不同的时速降低的一个范围 60公里一直到45 那甚至大型动物 他不会让你立即的 有很大幅的减速 因为可能在一些寒带的国家地区 那种动物出现的时候 可能会有打滑 或一些车辆失控的问题 那在使用上面呢 像是他的侦测的范围 现在除了前方之外 我们知道真的是不够的 很多都会有路口拉 或是一些横向 像是双臂就是这样子 那VOVO呢 除了十字路口的侦测之外 我觉得很厉害是 他的转向辅助啊 比如说我们看双臂的转向辅助 很多可能是前车突然煞停的时候 那你后车追上去 你必须做一个闪避的动作 他会有一点点方向盘辅助的力道 然后再帮你拉震 但是VOVO除了前方之外 比如说你开在最内线的车道 就等于你的左边的车道 是有对象来车的时候 震射到你偏离了 可能会跟对象撞到的时候 他也会帮你进行修正 所以他的范围 又是更广了 所以我们常讲 VOVO这个安全这一块 大家可能没有太高的观念 就觉得很安全很安全 但是其实他在 比如说全车系都是 Top Safety Peak Plus 那例如像是他们 我记得他们早期的安全带 甚至上面还有什么 SINCE 59 就是他最早发明 三铁式安全带的车厂 就是这六十几年 已经拯救了 大概几百万人的性命 我觉得这些都是 这个品牌他最在乎的 那演变到今日他很多 我们刚刚看科技 智能的配备 他还是没有遗忘到 这一块本质 我们刚才讨论到的都是 大概在车前的 横向跟纵向的部分 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如果一台车的车尾的 横向跟纵向部分的安全 又有什么不同呢 罗哥 对 其实我觉得Vovo在这一块 他也真的是很早 比如说我们听到那个Beliz B-L-I-S 其实就是Vovo出来的 那其实后来接 甚至福特都还用同样的名称 那后来当然每一家 有不一样的名字 但是的确就是从Vovo 开始带给大家这样子的观念 那B-L-I-S 就是驾驶事源盲点资讯 但是呢 不只是那个 你要变换方向 打方的会给你B-B-B而已 Vovo还帮忙 还加入了转向辅助系统 就是说你已经 哎呀糟糕 你已经转向了 我要变换车道 但是他发现有车了 对 他会帮你转回来 那以宾室的话 他是会帮你辅助刹车 单边刹车 对对对对 并没有方向盘转向 那B-L-I-S 也有转向辅助 那Lexus的话就没有 就是会B-B-B这样子 其实大部分的车 也都是有B-B-B 就就及格了这样子 就是警示你而已 对就是至少有嘛 有 这很多东西都是先求有 再求好 那以Vovo的话 比如说以这个CTA 倒车车车警示系统 而且还能够主动刹车 这个就蛮重要 其实在所有的豪华车里面 他这一点都做得到 就是你倒车的时候 你没注意看 快要撞到了 会不会帮你刹车 这个容易做 这他也都做得到 那另外一个就开始 就RCW-FAP 就是后方来车 要撞击的预防警示 而且还有一个主动刹车 就是后面车快要追撞你的时候 你要如何警告后车 那你警告的后车可能是 譬如说你的尾灯闪烁 警告后车 你快撞上我了 然后呢 我也要主动把刹车拉一下 免得我被追撞了 又继续撞前面 所以这种这些系统呢 也是双B-E 还有Vovo都有 那Lexus目前也还没考虑到这一块 好 再加上 再来有一个叫做 这个Rung-Off-Road Mitigation 就是冲出路面的安全防护的缓冲系统 这个只有Vovo有 这个谁想不到啊 对不对 冲出路面的 然后还有什么缓冲系统 这个那时候Vovo 就是东西做多了 就一直想 其他车厂都还没想到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 那个R-O-P-S 这个车体翻覆的人身保护系统 我们记得Vovo做安全实验 很多千奇百怪 拿去就是鞋扑滚下去 或者掉上来摔下来 对 这都Vovo会做的东西 所以他们安全系统 的确真的是特别多了 没错 我们看过了 这样子比较下来 为大家比较了 所谓的智能驾驶辅助 甚至于主动安全防护的部分 因为大家会发现呢 其实Vovo仍然还是自由生 在这个豪华品牌当中 可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会比较这些安全的部分 然后更重要的是 可能会比一些配备啊 尤其是豪华品牌嘛 我们需要的这个豪华配备呢 甚至于舒适的配备 我们也帮大家比较一下 好 因为刚才说到一个关键 毕竟它还是豪华品牌嘛 对 豪华度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这个车 会考量的一个重点 好 那我就一样用刚才 我们一路讨论下来的四台车 这四台车型的等级 我们来跟大家做比较 那我们挑选的这四台车 其实都是有在比较相近的售价 因为末世在两百五十万上下 那XC60它目前是这里面 这四台车售价最便宜 它是两百二十点五万 那如果是GLC200 它是两百四十五万 那如果是X3的 刚才20i的话 它是二十五万 NX300H旗舰版是两百五十万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基准来说 好 XC60B4 Momentum 相对是比较高 所以它有比较多的什么空间 它可以提供给你更多的配备加选 它现在它就直接给你一个叫做 Plus Pack的这个豪华配备的清单 只要你再加上八万一千九百元 就有相当多奇准 而且你观影看 我们看这样这个价格 你就算加了八万一千九百元 它还是里面最便宜的 对不对 还是里面最便宜 好 它加上去之后 有哪些很多消费者所注重的配备 比如说像是我们刚才说LED头灯 对车内氛围很有帮助的全景天窗 还有你说音响好 但还有一个关键是你的隔音也要好 对不对 所以它也有多层交合的玻璃侧窗 那还有像刚才Volvo 它很优势的AAC的这种高效复合清净科技 也就是说你对车内的空气 可以很有效的控管 过滤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很重要的Harmond Card的音响 或者是你说的音响配备等级 还有台多显示器 跟一些手机无线充电功能 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现在消费者 大家都要去讨论去看 都是很多人在买车前蛮重视的一些配备 所以Volvo直接变成一个 豪华铜粉包给你 直接都有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铜粉包 去看其他铜器对手 你可以发现 确实比如说像在这个车内的空气的 清净科技来说 或者像是在隔音的玻璃侧窗来说 其实Volvo都还是有优势 而且我再加码给大家知道 因为之前很多人在我们自己频道的留言区 就会说其实很多百万车 怎么都没有P就开始在骂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介绍了 B4这台XC60的B4这台 它其实全车是真皮座椅 就是大家去看 其实像同等级 比如说像GLC200 它其实都还不是用真的真皮的座椅 对 所以其实在皮革的使用上 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别 所以在豪华度来说 XC60也好或是Volvo也好 比方说它价格上有一些优势 所以会蛮大方的给你这些配备 所以消费者只要去发现 走进展进去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差异在哪里 现在很多人买车啊 可能就是会随着一些潮流啊 比如说现在流行SUV 可能大家就在买SUV 可是有一些消费者会觉得说 我想要买SUV 主要是我看中它的空间机能 但是我又不想要它的SUV 车身比较高 比如说我常常走山路 我假日就是一定要带家人一起出去 上山下海的 我不想要有这么高的车身的时候 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芝希带我们来看一下 Volvo呢 其实它有一个变种的 应该说变种的旅行车吗 说变种其实也对 对不对就旅行车家 可以说是SUV吗 的优势吗 其实以正确的术语来讲 它应该叫做豪华越野型旅行车 其实大家看这个轮廓 这个车身池马应该很熟悉啦 它其实就是之前的V90 但我们知道我们前阵子才介绍 最新年式的S90 它又加长了它的池马 已经变成一台总裁级的座驾 然后入手门台又低 对但是在它的旅行车的版本呢 台湾现在导入的就是Cross Country的 越野版的车型 那其实也是贩售了情之有年了啦 在台湾市场的这样的集聚 其实是非常的受到欢迎 那其实就像冠宜刚刚讲的 我常讲它就是一个 真的就是一个综合体 那种撒纳牛丸的感觉 就是你要修旅车的空间 但是你又想要教室的这种车型的操控 所以旅行车给你的愿望 同时你又有一些比较户外的需求 想要越野 它又给你一个越野的身份 所以把所有的元素掺杂在一起 它同时就展现出它的个性 跟一种品味的感觉 那其实在最新年式的V90 Cross Country的话呢 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重点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它的车载系统 也换上了最新的Vovo的品牌 例如有Google的系统啦 有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升级 什么Google商店 对 包含像什么Google这些功能 全部都是跟刚刚我们讲的XC60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最新年式的 这种科技享受端 你就有两个车型 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休旅车 旅行车 又有旅行车 甚至你之后慢慢开始 普及到整个品牌之后 也会有慢慢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事情 那在V90 Cross Country的部分呢 我觉得在很多人可能 这是平常比较少 少一点点接触到的车型 但是过去可以看 大家看到 比如是像它早期这种 V70的XC 那时候开起来其实真的有一点笨重 但新世代换了SPA的平台 它开起来真的 你不会觉得它车身尺码这么大 心快灵活 对 V90其实还是有4米9 那同时它也有48V的轻型的油电 所以250匹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车 一万我们觉得对于这么多油渠家来讲